我们刚刚看到宜兰在这次的风灾当中 损害相当的严重 尤其在南方澳的南城里 土石流冲进了民宅 损失最惨重 今天一大早天气转晴了 不少民众开始动手清理家园 他们十分希望县政府能够增派大型的机具 协助他们灾后清理 土石流烟尽民宅里面 屋子根本不能住人 贝尼江给掩盖的这一张门牌 是苏澳镇南方澳这里的文化巷 78号 而这里因为土石流一夕之间倾泻而下 不到20分钟的时间 整排的民宅都被土石流淹没了一半 没有办法住人 而更严重的是在这一座民宅上方的房子 因为土石流相当的湍急 因此整个房子也已经倒塌 受灾的情况相当严重 现在土石流两边房外 在厅房子都流去一边 土石都流去一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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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威斯被土石流淹没 在宜兰南方澳南城里 灾后第三天 民众看着残破的家园 也只能赶紧动手清理 将一盆又一盆 泥土石块往屋外清 小小的巷道里 黄黄的泥水不断倾泻而下 路面因为孔石流冲刷 也整片楼起 虽然有怪手和小山猫 不断搬运清理 国军也动人帮忙 但抢救的速度还是赶不上民众焦急的心 希望大型机具能够赶快进驻 帮忙交路开通 因为许多民众目前想回家拿个东西 都只能踩着泥泥寸步难行 房子都全部都污泥 大家都在那里 对 生日这么多一定要看 人家多少个人 没得到一个 没得到 对 另外南城里文化相 在22号 还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家 因为土石流受困 23号凌晨总算是顺利获救 除了土石流的灾情 大雨也让南方澳渔港 传出有七艘船之沉没 消防人员也正在全力抢救打捞 记者李小如朋友组 SNG小组宜兰报导